在吉林省长春市 这座人们口中的北国春城 曾开出一朵名为桃李梅的奇异之花 半个多世纪的花期里 它盛放如初 并且被全国很多个地区遗址 花开遍地 于是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心生巧思 他们邀请全国十个地方戏剧剧种 奇剧长春 共演这同一出剧目 让十种风格的桃李梅同城绽放 花开桃李梅 远见 勤巧 聚剧 吉剧 人剧 唐剧 鱼剧 在长春 陈穹是福建省石燕敏剧院的演员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他从遥远的福建而来 为长春市民演绎了桃李梅中的龟系一则戏 让生长于南国的敏剧 得以踏上这片东北的黑土地 敏剧又称福州戏 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 面白的戏剧剧种 由明末的如林戏 清初的平蒋戏 江湖戏 融合而成 流行于敏中 敏东 敏北地区 并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你在九居中置 你明末被 在所有遗址改编过 桃李梅遗句的戏曲院团中 济南市旅剧院 应该是较早完成此项工作的一家 因为早在38年以前 他们就已经将该剧带到了济南安家落户 当年我们是带着这个逼婚妻的这个剧目 到这个长影来拍那个电影的时候 发现咱们集剧 有一部这个桃李梅的这个剧目 这个演出的时候非常受观众的欢迎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老团长 就决定要把这个戏移植成绿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剧目拍完了之后 我们回到了山东 而不是演逼婚妻 第一场我们是演的是桃李梅 都是桃李梅的 全新的服装 44套应该是 44套 一共是44套 此次为了带桃李梅重回故里 济南市旅剧院投入了一大笔资金 用以打造盖剧 我们重新从服装上到五美上都做了一下更新 服装做了44套 我们大概花了40万左右 一键网就一万多块钱 虽然很困难 我们也争取了上级以后对我们的支持 也是我们就是这几年攒了一些钱 都花在这个桃李梅这个剧目上了 旅剧又称化妆阳琴 琴戏 由山东琴书演变而来 是山东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 主要流行于山东省大部分地区 以及江苏 安徽 东北三省的部分地区 旅剧桃李梅相较于原版集剧来说 没有太大的改动 但也呈现出属于剧种自身的独特魅力 老大人啊 你却为主谁 在座木间 带过梅 有了黄养的宝贵就在开头上带 而又把你放弃 咱们又把你放弃 搬不乱家来迎去 少年也去不了 我为这种拥有女人 从浙江宁波而来的宁波市 银州区乐剧艺术传习中心 是陶李梅在南方的一座新家 他们是在两三年前将该剧移植过去的 该剧团对陶李梅进行了全新的改编 让这出剧目就冒唤新颜 江南的乐剧比较柔和梅的马 所以说我们就主要是从陶李梅的梅 姑娘花蛋下手的 特别像梅这样非常就是聪明的 就是很爽的 我们用女派的这种派别 把它就塑造这个梅的这个角色 然后像大女婿这样的呢 我们没有潮 我们把它改成小生 我们有就是B派 我们有B派的这样的一个派别 把它去塑造这个人物 原意美的B派别人物性格一直在跳着 变化也很大 航档跨越也很大 唱腔跨越也很大 因为她里面她要去扮演她的二姐 因为她二姐是唱原派的 就袁选芬老师的 然后就借借别的派 然后她又另外又借借了两个小生的流派 因为她去学颜文明 她是唱徐派的 就要借借徐来老师的唱腔 然后她又假扮书生的时候 她要唱了一个段影派 然后四个流派 人物个性完全是不同的 就这个是这个戏里面唱腔的一个重点 千代尼 千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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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御剧名家金不幻是河南省赫碧市御剧牛派艺术研究院的院长 此次他带领剧团来到长春 为当地市民展示了御剧桃李梅的风采 剧中金不幻扮演袁玉桃的丈夫赵运华 为什么叫赵运华呢 他就提前这个人比较确确实是运华一点 这个我觉得最适当我就是那种战士的抽卷的表演 也是最后一场的白天地 他们的神断表演啊什么锤胡子啊 这种脸上的表演呢都代表了抽卷的一种句话 主在地就在地 我们先个行程 安顾时愿你离心地离心 趁心多一阵魅力 愿你违视敌人心 老子就从陪美力 愿你趴远后心 落脑脑时刻的好远去 趴远市 到我 这是由河北省河北帮子剧院 演艺有限公司演出的河北帮子桃里梅 尽管他们移植该剧的时间较早 可是该团也已有很多年未演桃里梅了 此次的活动让他们又重新拾起该剧 花开高里梅这个活动 意义啊真的是不用跟大家说了 全国的有三多个剧种 移植了咱们集聚的桃里梅 也是我们吉林省集聚团的骄傲 吉林省戏曲剧院集聚团 是此次花开桃里梅活动中 最后一个亮相的剧团 桃里梅这出戏 就是由该团首创 演出之前 吉林省戏曲剧院集聚团团长罗成金 还特地为演职人员们召开了一场动员大会 这个剧目它能发源于咱们集聚团 那么那十个剧种 同时在咱们春城上演 像设了一个擂台一样 实际上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 就已经开始了一种心理的 或者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个比赛 那么各个剧种都很严谨 都很认真 都想把自己最佳的状态和阵容展现出来 其实早在副拍桃里梅的过程中 吉林省戏曲剧院集聚团 就已经在为此次会演默默努力了 他们邀请了一位老师前来为演员做指导 这位老师就是电影《桃里梅》中 袁如海的扮演者李松桥 原来是方大宗官下官实际了 烦恼通平一身 我叫李松桥 现年已经是78岁 我是咱们集聚团的第一代演员 《桃里梅》这个戏 是咱们集聚建立 命名为集聚以后 第一部戏 当时我听上级领导说 说周总理曾经来吉林省来视察 在视察过程当中就提出个建议 南方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地方剧种 吉林省是不是也应当有自己的剧种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 1959年是建立一个新剧种实验剧团 没有名 就是叫个新剧种 定了集聚以后 这个桃里梅是第一部戏 放横行要娶你二妹 她多利多嗦 故意婚令 回忆起集聚和桃里梅的那些往事 李松桥老人如数家珍 而今重回故地 李松桥老人不仅担当起了后辈的指导老师 更为重要的是 他在帮助剧团找回桃里梅昔日的模样 集聚桃里梅 集聚桃里梅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和演绎 而今再一次在戏曲舞台上绽放光彩 她让老一辈集聚人一起往昔的争容岁月 也让今天的集聚人甘愿为其努力 将其继承和保留下来 吉林省戏曲剧院集聚团把原汁原味的桃里梅 奉献给了到场的观众们 他们也收获了大家回报的掌声和喝彩 由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 花开桃里梅 十地方戏曲剧种桃里梅同城会演活动 历时整一个月 共有一千余人次参与演出 虽然该项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人们对她的好评和认可却尚未停止 这在中国系统发展史上 应该说开田辟的第一次 它的意义应该说是多方面的